好 各位典典師 各位各祖縣的精英大德前選 大家好 今天候選很高興站到天恩師的 還有我們白血聖地不休息菩薩慈悲 讓今天候選有這個機會 來這邊振合大佛堂 來跟大家共結善緣 那候選首先跟各位報告 因為今天來奉我們李典典師之命 要來談我們的心得 所以上個月候選家裡才辦完喜事 所以這個爐還是新的 所以跟大家分享 那今天跟各位分享的 這個候選所講的內容 跟我們剛剛上一堂的章典師 可能不太一樣 我們是講食物 那我們知道道化家庭重點是講什麼 重點就是講 讓年輕人這一對新人 將來能夠幸福美滿 最重要 那至於中間的過程 當然章典師它是按理來講 那我們也是按我們的 一般的習俗經驗 做分享 還有我們跟孩子之間 怎麼樣溝通籌備 那能夠圓滿完成為主 所以我們重點是談 我們這中間是怎麼樣 互相來協調這個婚禮 讓我們這個婚禮很圓滿完成 接下來我們來談 既然是道化的婚禮家庭 那我們來談 道化的意義是什麼 既然是道化呢 我們都知道道來分為禮器相 我們都很清楚 它是生命共同體 也是三位一體 有禮才有氣 有氣才有相 它是互相和諧的 那我們把它應用在我們人間來講 天地來說 我們希望有風和日裔的氣候 萬物才能欣欣向攏 這是一個生命共同體 互相很和諧 那以一個國家來講 或是一個團體社會來說 我們是希望說 在上位者大公無私 所以在下面的人 每一個人都會奉公守法 老百姓會非常的和諧 那講到我們的婚禮 就是跟家庭有關係 所以或許把它應用在 我們的五輪關係裡面 所以禮天代表我們家裡面的 父親跟母親 父親母親的角色扮演很重要 也就是說父親有慈 母親有愛 在這個家庭長大的孩子 自然會懂得孝順 自然兄弟會很和好 那至於將來辦到婚禮的時候 長大要成婚了 跟父母親談這個婚禮的問題 這個阻礙會很少 孩子也容易能夠接受 我們的希望給他的要求 他們也會覺得很滿意 所以這是一個所謂的道化的意涵 所以今天後學要跟各位報告就是說 一個原生家庭很重要 父親的慈母親的愛 一定會影響到孩子 將來我們要走哪一條路 所以後學是跟各位簡單的說明 因為我們今天這個題目是 後學跟我們李講師兩個 各佔一半時間 所以後學要很快的速度 來跟各位來分享 那接下來我們來談一下 婚禮的定義跟歷史演變 那婚禮定義、歷史演變 定義的部分 剛剛我們點兒是已經介紹過了 它是從禮記裡面衍生出來的 那在另外一本書叫做《以禮》 《以禮》就是我們儒家的十三經裡面 也有提到所謂的三書六禮 三書也就是講聘禮、禮書跟迎親書 那這個都是跟婚禮有關係的東西 那六禮等於是剛剛上一堂課 應該有跟介紹過 這是以迎娶結婚的過程 所談的六件的流程 六個流程 這流程都是很重要的 古語是這樣講 那我們現在人的婚禮 也跟他有多個雷似、雷同 都會走這個離世 那接下來今天要跟各位分享 就是我們自己 後學自己 我們家的孩子怎麼樣成長 我們怎麼樣來帶他一路走過來 一路走過來 那我們的孩子 他因為在我們這個家庭裡面成長 我們家後學家裡有社佛堂 所以從小跟孩子 也有談到家庭的這個 道化家庭的概念 所以我們孩子平常他帶我們 他的人格特質 就比較會知道這種同理心 同理心也知道說 家庭的溫馨是怎麼一回事 加上後學的孩子本身 他是在台式大 他是心服系畢業的 所以他這個心理輔導 他這方面他也是一個感同身受 所以他們在婚禮當中所製作的影片 就是簡單跟各位秀一下 他也是談家庭的溫馨感人這一段 那後學就簡單給各位秀一下這一段 這邊怎麼灌掉 這一半怎麼秀 這一半怎麼秀 有聲音嗎 聲音沒有出來 不好意思 我們小孩子從小在我們這個家庭長大的時候 他經常跟我們的長輩 還有我們的親屬 還有我們的家族 同輩一起去出遊 然後他們自己把他的紀錄照片 他們自己去做 做成這個影片檔 那這個影片檔 就是我們在婚禮當天 跟訂婚當天 他播放給來賓看的 看看他小時候怎麼成長一個過程 這個就是我們跟李典人師家族 阿公一起出遊 我們這謝家李家這兩家的我們的家人 常常會在一起 每年都辦一些活動 會一起出去 那我兒子在二年級高二的時候 到美國去交換學生 跟我們李典人師的二女兒一樣 到美國去交換學生 那他去學習成長 然後回國之後呢 他又接著是讀高三 他讀高三的時候英文就很好了 出國一年以後回來英文就很好 所以他讀考試的時候呢 他就很有信心 他辛苦系畢業的 那目前他在那個新社高中 當輔導老師 那時候他們就實習 實習是這樣 所以他把自己成長過程 紀錄片 秀給大家看 然後畢業以後當兵了 要去當兵 那在後學家裡面呢 他們就是一起秀這些 給各位看的照片 他現在當學校的老師 好 時間的關係 或許就大概破亂這邊 不好意思 那他成長過程 就是把他的從小 我們的家庭的互動 還有跟我們的家人 家族的互動 慢慢的做一個感受 然後他一方面重新製作 一方面他可以感覺到 父母親當初是怎麼樣栽培他們 怎麼慣心照顧他們 所以小孩子 當他要談婚禮的時候 大概都是一年前 這些活動都在一年前 我們就要準備好了 從他談婚禮 然後接著 我們要跟對方的女孩子 談將來婚宴要請訴的問題 我們現在很多人會擔心 萬一我的另一半 他不願辦素食怎麼辦 所以我們這個細節 我們待會兒請李老師 再跟各位來分享 然後包括選日子 找沒人提親 都在一年前 我們都必須要準備好的 包括最重要的是訂婚場所 要一年前就要先訂 因為好日子大家搶的要 那辦素食婚宴的場所比較少 所以那個大的餐廳 數十大的餐廳 那你一定要先 一年前要先預約 我記得 或者記得我們那個時候 預約完以後 隔天人家要訂了 已經被我們先搶一步 所以訂金要先下場地 接下來我們都訂好以後 接著家裡的修繕 整修環境 就開始慢慢的規劃 什麼時候要做哪裡 要補牆等等 這是我們的一般的 我們籌備的流程 各位手上資料都有 那接著孩子 他自己親自要開始準備 他的訂婚隱私的東西 所以這個卡片 是他們自己訂的 他們自己設計的 設計設計 所以有些年輕人自己做 他們會自己回去做 我們當然就不用操心 我們要擔心的是說 他的理按照什麼理 那我們當然 我們按照我們的中國古理為主 加上他的西洋裡有一部分 我們融合在一起 融合在一起 那當然儀式 就從祭祖開始 祭祖是包含拜先佛神明 然後接著我們的啟程 啟程是什麼意思呢 因為後節家住高雄 那對方呢住台北 那所以剛好有高鐵 我真的很累 所以我們就是當天一大早 把我們的親人全部召集好 找一個極速 偶速極速 然後我們就坐高鐵 直接就上去了 上去還好都來得及 我們剛好是中間 中午時間要辦這個儀式 那我們到了那邊以後 我們就開始長輩入戲就座 就座完我們就送上我們的聘禮等等 聘禮是原則上是六禮 六禮 接著我們新娘就要出來奉茶 奉茶完了要收完杯子 然後杯子完了以後 然後奉茶的目的就是說 要給大新娘認識我們南方這邊 要開始改口 要怎麼稱呼這樣子 這個沒人會做 接著就開始互相帶戒指 這些儀式 儀式完了以後就是準備 女方把我們的禮 就一部分回禮 那我們就要準備帶回高雄 再祭拜我們的仙佛跟祖先 是這樣子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當天 後學修一下當天 因為要訂婚一定要準備很多東西 包括流程準備事項 那後學的孩子他們是年輕人 他們很會打這個資料 所以他們自己會設計他們自己當天的流程 要準備什麼 誰安排跟他們一起來配合 所以他們自己打這個行程表 打這個行程表 那會給我們先看過 他們是一大早九點半要出門 叫做往北 或許孩子住台中 他就往北去 那我們南部就坐高鐵上來 這是他們自己的流程 什麼時候要拿什麼 什麼時候要進場 準備的東西是哪些 各位手上都有寫 這是他們當天的整個行程 那完了之後呢 我們來方帶的禮 是哪六禮 那個就是螢幕秀的 各位手上也有 當然這個六禮是按照 古裡講的有六禮跟十二禮 那我們自己決定 那六禮內容也不一定說一定是這樣 看有沒有方便 認為實用為主 實用為主 那這個都是沒有規定說要怎麼樣 那這是我們當天帶去的六禮 就擺在那餐廳 我們直接在餐廳辦訂婚的儀式 六禮擺好以後 那他們就開始就那些過程 那下面就是我們整個儀式的過程 給各位看一下 我們是在板橋 因為那個女方他們是住板橋 所以我們就在這邊就訂 那個餐廳叫鹽湖素食 那接著我們這個男方女方 各六位就做好準備要 人家說在鳳梨 然後你新娘的就出場了 一一的跟 沒人就一一的跟她介紹 這是誰 這是誰 然後叫陳婦 然後這個完了以後 奉茶完以後 接著就是男方女方互相戴戒指 戴有戒指 那婆婆就幫新娘 就戴項鍊 手環 耳墜那些 然後接著就有女方的 岳母就幫新娘這邊 女性就戴項鍊 戒指 是這樣子 是按照一般的禮俗 是這樣做的 然後儀式完了 結果就大家來搭合照 這是我們謝家跟李家 南方的親屬 上台北的一起合照 那接著是他們 我們的下一代的孩子 一起合照 就總共我們選的人數是 剛好是奇數 偶數 那完了大家再合照一張 就是餐廳 這個是在還沒宴客之前 我們先把大家的流程辦完 辦完之後就大家準備宴客 準備宴客 那旁邊這位是後學的小兒子 老二 他們兄弟倆感情也很好 接著就我們準備要開始 也是一樣 主桌一半是男方一半是女方 各六位總共十二位 一般都是這樣做的 那接著宴會開始了 那一對新人他們就自己唱歌 他們自己唱歌出場 一般是放音樂出場 他們兩個自己編一首歌 自己唱歌出場 兩個感情很好 接著我們完了以後就回高雄了 回高雄把禮物帶回來 就開始在後學家的佛堂 開始祭祖跟拜仙佛 在客頭禮拜 那這次後學家的佛堂擺設 大概是這樣子放著 點上 那完了以後就記住 記住 就禀報 那禀報的那個內容就是 等於是那一套 剛剛上結的那一套是很完整 那我們當然沒有那麼多時間 我們就大概自己隨意的禀報 那經過三個月 三個禮拜之後就換結婚了 我們中間經過三個禮拜 那結婚的過程 這也是我們孩子他們自己擬定的 幾點時候去哪裡 幾點做什麼 當天四點半就要起床了 就要到餐廳去化妝 我們是在高雄的九五路 有一個人道素食館 人道素食 那是餐廳 那是飯店間餐廳 那我們孩子就開始要去化妝等等 然後七點就要出門去迎起 因為有看時程 有看時程 七點要出門迎起 然後迎起過程大概都知道 那迎起回來以後就要記住 然後進房類似這樣 這是我們當天的大概孩子 他們都排得很仔細 幾點出發準備什麼 有誰來安排 包括旅車 哪些人要坐哪一部車 他們要事先去協調 那這是他們訂婚的那個喜帖 他們也是自己訂的 自己去設計 那這是我們當天的結婚的儀式 也從祭祖開始然後啟程 然後接著就接教 接新娘 然後新娘拜別父母以後就上车 上車 然後丟傘子 各位都知道 然後新娘到了 新娘到了以後 我們就怎麼迎接 然後進大門 進大廳的大門要採瓦片 對不對 各位應該聽過 重點是我們後面的拜堂 我們到清了既然到家裡 家裡有社佛堂 一定要拜仙火 拜禀報祖先 然後父母要拜見父母 然後夫妻交拜 這個禮節一定是少不了的 一定要的 再來就是入洞房 然後準備這個禮程 準備要宴課了 那我們當天因為沒有請婷廉師 我們請我們的母舅 小孩子的母舅是大舅舅 大舅舅 我們禮婷廉師大哥 他來做福證 在民間叫做典祖禮 典祖禮 在家裡佛堂 因為他也是沒有做過 他第一次做 所以他的福證的台詞 我們要先寫給他 因為教那個禮就對了 他練的時候他是這樣子 先拜仙火 拜仙火的時候 他說一拜天地謝恩典 再拜高堂福壽場 三拜乾坤生貴子 榮華富貴藍舉香 就一拜再拜三拜 他老人家就開始練 接下來就要拜祖先 拜祖先 拜祖先福證的人 就怎麼說 他說新郎新娘在大廳 列祖列宗同歡心 同心協力主家庭 早生貴子享榮華 點燈節彩慶新婚 同拜天地再高堂 儀式儀家滿庭方 從此白首想其美 親朋好友同觀禮 新人雙雙來拜堂 明年生個好孩兒 春蘭秋菊滿庭方 儀對艷樣成夫妻 愛和永逸夫妻順 開拓美好大虔誠 享受幸福好人生 一拜一淺一坤 再拜兩性合婚 三拜夫妻好合 子生萬代 這個是福證的台詞 然後最後拜見父母 參拜父母就互相一舉功 我們沒有跪拜理 我們就互相一舉功 然後最後夫妻叫對拜也一舉功 然後詩語就喊禮成 大家恭喜 來賓鼓掌祝賀 這樣子 所以我們的禮成是 比較簡單隆重 溫馨的感覺 那最後來呢 還有一段就是我們孩子 他在結婚當天 他製作了一段感恩影片 剛剛是成長影片 是在訂婚結婚都放 但是感恩影片 他是放在結婚當場 來放 所以或許再用一點時間 來各位稍微簡單播放一下 他自己看他的感恩是什麼 這我們兩個孩子在家裡 在母親節的時候 他把過去一些感恩照片 他把他加進來 因為孩子長大都住台中 所以他們難得回來 跟父母親就會比較歡樂 這是他們兩對 互相的感恩的成長的照片 就一起做 他們是一起製作 這是女方的阿嬤 阿嬤 這個地方是我們高雄的鳳山的那個 文化中心 這南方女方的感恩影片 他們一起製作 給來賓做見證 這是他們的阿公 女方的阿公 他們一起出遊 也歡樂的照片 這是在我們家附近的 陳青虎拍攝 所以我們孩子在台中 有時候他們回去 有時候我們兩個來台中看他們 這是他們畢業的照片 這是中間那位是候選的母親 這是我們謝家的家族聚會 兒子去台北找他的姑姑 這個姑姑他們自己開的店 餐飲店 在候選的妹妹 中間戴帽子的那一位 來到高雄 我們去高雄港遊港 接著晚上遊港 這是我們李典師的父親 候選岳父 就是住在隔壁 隔壁 那時候我們孩子 就很關心老人家 經常會跟他慰問 這邀請大舅舅 能夠來參加婚禮 好 候選的岳父那個時候年紀也大了 所以我們盡量找時間陪他 陪伴他晚連這一層 我們每年過年 我們的禮色 同事的家族亲友都会回到我业父家 跟他拜年 这是我们的下一代 谢家 礼家的下一代 我们今年的暑假才去天元佛宴 去办一个我们家族的联谊 每年都会办一次 家族联谊 所以我们的感情 大家都非常的融洽 所以结婚当天 他们这些人通通出来一起祝福 甚至于办一些活动 来祝福他们这些新的 所以他很感谢我们的家人 一度陪伴他们 结果他们觉得很幸福 这是我们孩子 他们自己把他们的照片 来做一个成长 一个感恩 所以我们让孩子要懂得感恩 最重要是这样 接着我们当天的婚宴还有办 因为当天我们订婚的时候 他们是办十二桌 那我们结婚的时候 因为我们还包含道庆 所以我们也尽量重简 不敢太铺张 还包括亲朋好友 凑一凑也有三十几桌 简单的 那因为人很多 我们必须要安排很多工作 没办法超连结 不好意思 没办法超连结 这个地方没办法超连结 那就跳过去 可以了 可以了 那因为 因为订婚的时候 我们儿子他们觉得很忙 后来我们就结婚要求他 一定要安排工作人员 把他工作分配好 不好意思 哇 跳不过去 哇 跳不过去 不会啦 那是文字档而已 可以 握着等 跳不过去 没关系 我们就跳过去好了 所以孩子他们会自己想 我要准备什么 要安排哪些人帮忙 像这个就是他们的里车 总共六部车 哪些人坐哪一部车 谁当司机 谁要做陪伴的 所以他们要出发之前 早上七点要出发之前 在我们社区的前面 就集合好 办一个很美的回忆 他们都很嗨 很高兴 然后这个去引接新娘回来 就在我们的大门口 就要放礼炮了 引接他们回来 然后就把新娘请下来 就进入到我们的社区 我们那个社区是人车分道 所以车子在外面 再走中庭进来 然后再开始进门 进门以后要采瓦 这个是习俗 采瓦以后我们直接就上到佛堂 顶楼的佛堂 那佛堂呢 我们就开始要祭祖 要拜仙佛祭祖 旁边的 扶赠的 我们的大舅船 他就在旁边 跟我们做典祖扶赠 完了以后再拜祖先 拜高堂再拜祖先 他互相一举功 然后夫妻就互相一举功 互相交拜 完了以后就进入洞房 洞房完了以后等时间差不多了 他们新郎新娘就下来在我们的客厅 今天在场的来宾就一一跟他们合照 这是我们的全家福 还有一个外 还有一个我子女也在旁边 从台北下来 当天来后学家里面准备的工作人员 还有他们的女方的陪伴的家属 一起来合照 大合照 然后完了以后我们就到餐厅准备 就要宴客 宴客之前 记得大合照一定要宴客之前拍 要不然宴客完以后场地很乱 大家还要招呼客人 所以人家着急很难 所以我们在宴客之前要把所有的人 所有的亲朋好友 我们的相关的人一起做大合照 这样比较充裕时间 合照完以后这里要秀一张就是 我们儿子他三十年前的奶妈奶爸 一起来参加婚宴 三十年前很久了很久 然后结婚当天也是一样 这个是新娘的爸爸把女儿带出来 交给新郎 这个是夕阳礼是这样子 他说我把女儿托付给你了 你要好好成一个家庭 要好好照顾 这是夕阳礼有这么一段 接着我们就开始正式 双方组婚人就要上台 做互相的感恩致辞 后学人要致辞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第一个要先感谢大家的光临 祝福 再来要谢谢大家 中间后学会讲一点 因为今天来参加婚礼 不是每个都吃素的 知道吗 所以后学一定会补一段 怎么说呢 有说我们今天办的是素食的 那他是我们是强调环保救地球 大家来吃一顿素食 这样对着各位的健康会很有帮助 就讲环保救地球 所以邀请大家来吃素食 就这样而已就带过去 所以要简单二样 一个是谢谢大家祝福 一个是感恩 再来是讲到素食怎么样 所以那一天是在餐厅办还可以 好 再来就是刚刚后学讲的 我们的小孩的同伴 从小长大一起长大同伴 我们的下一代 两家的小孩子一起轮流 一家一家的为他们祝福 办一些活动给他们祝福 办完以后大家一起搭合照 光这个节目就可以闹场闹了十分钟左右 就是一边宴客一边他们上来 轮流上来祝福 所以新郎新娘都很温馨 甚至于他们亲自来表演打鼓 这个叫木香鼓 有时间待会再秀给大家看 然后再来就是最后送课完了 是不是还要奉茶对不对 所以就也是一样一一奉茶 这个地方很温馨 我们的小孩后面没想到 他们自己想到说要回礼 奉茶要回礼 所以孩子在新社高中 新社有专门生产 就是有名的叫香菇 所以一人送一份香菇 接着我们爸妈他另外送一份特别礼 待会我们理想师跟各位介绍 那我们都很意外 惊喜 最后就婚礼结束了 我们就最后全家再合照一次 那回到家以后我们要谢恩 对不对 那谢恩呢 后学家里面呢 那一天晚上谢恩 晚线相间的就是谢恩 谢恩以后那个相反就烧这么一圈 很特别 平常很少的 笑到一圈 那后学就把夹着夹起来 这一圈代表什么 大概不知道 见仁见智 圆满 圆满也平安 刚好这样绕一圈 我们大家都很高兴 这是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那最后的经验分享个案 我们就请我们理想师 来跟各位来分享 好 谢谢各位 谢谢 各位 各位点师 各位讲师 各位坦主 各位人才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后学很开心 也很感恩 那张道天师的我们的千贤大德 还有我们的理事会的理事长 点师 还有各位点师 各位前贤 的一个不嫌弃 让后学来到我们的郑和书院 跟各位前贤做一点经验的分享 那后学在想说 我们筹划的一年 然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来报告 真的是有一点挑战 有一点点的压力 不过这也是一种学习 好 后学有三十分钟的时间 跟大家做经验的分享跟报告 那后学想要了解一下 各位前贤 我们在座有没有前贤 在两年内会办婚礼 会为孩子女儿办婚礼的请举手 两年内 我们的点师就有正讲师来 两年内会办婚礼的请举手 好 来 请放下 来 掌声鼓励一下 那也祝福大家 也祝福大家 希望这一场的一个经验分享 对大家有帮助 那另外各位前想一想 今天如果我们是 就是我们去参加别人的婚礼 凝聚的主要的你想看到什么 你期待看到什么 或感受到什么 有没有想过 一般来讲就是 第一 有的人想看流程 有没有一些让自己很惊艳的 很惊喜很有创意的流程跟活动 婚礼的进行 那有些人是很想看什么 看整个座位安排是怎么安排的 尤其即将办婚礼 我们的正讲师应该会很想知道 是怎么安排座位 比较恰当 比较理想 尤其我们来参加 会有很多的典人师、讲师、道卿 那到底是座位怎么安排 会比较理想 然后有些人是纯粹是怎么样 想要去吃一餐什么 好吃的喜宴 也有不少人是这样 我希望这一餐是能够让自己 感觉很满足、很丰富 那有些人是没有任何的目的 所以纯粹是什么 礼上往来 我就是喜帖来的 我就是参加 不过有一个共同的地方 就是我们都带着一份什么样 祝福的心 祝福谁 对 祝福新郎、新娘 对 所以绕到我们办婚礼的主要核心 是什么 是一份的祝福 是吗 对 是一份的祝福 那目的是要让这一场的婚礼是圆满的 和谐圆满 只有圆满 我们的新人才会得到最好的祝福 他们才会很开心、很快乐 过他往后的人生 所以绕着这个核心去走 婚礼的核心 就是给予新人最好、最正诚的祝福 然后终究就是要圆满 一切圆满 不管用古礼也好、用现代礼也好 用简单也好 就是要圆满 好 那如果绕着圆满这个核心呢 各位前选我们就知道 不管是提亲也好、订婚也好、结婚也好 就是以圆满为核心 那到底要以谁为主 各位前选大家想一想 你觉得以新人为主呢 就是不管流程、婚宴 你觉得以新人为主还是以家长为主 好 我们家是这样分配的 我们家的流程 包括婚纱、洗衣帖 还有整个流程 这个是新人为主 可是家长做的什么 我们家长帮忙只有做两件事 不过这是大事 一个什么 宴会的桌次 怎么排宴会 因为结婚当天应该有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人 贵宾是组婚人的一个朋友 亲戚跟道亲 所以我们会以我们为主 可是呢 其实他们为乎 像整个一个安排座位 后学是用什么 用初点子 可是我的媳妇帮忙打字 然后用LINE一直传 速度很快 很棒 好 就是以谁为主 以谁为虎 我们可以做一个分工合作 一个分工 好 一个职务的分配 好 那我们刚刚知道 婚礼的宗旨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圆满的婚礼 给新人最好的祝福 祝福他们能够幸福跟快乐 然后能够好好的修道办到 尤其我们是什么 我们是在道往家庭长大的孩子 像后学的小孩 其实他都是胎离宿 两个小孩都胎离宿 老大是刚满三十岁 所以他吃素也三十年了 那后学跟谢长师 在道往上都三十几年 快四十年 我们在座有很多的 典牌师也是后学的前辈 对 那这么久的一个家庭 在道往上 接受道场的熏陶 站到天师的 我们的改变 命运的改变 孩子其实看得怎么样 非常的清楚 所以他们知道父母在做什么 他们会感恩 所以整个在沟通的过程里面 就比较顺畅 那我们再来谈到沟通的部分呢 刚刚我们的张迪然师也好 谢长师也有讲过 其实从提亲开始 就是一个沟通的开始 我们的小孩是 我跟他讲说 你要结婚的前一年就跟我们讲 因为我们可以开始准备怎么样 准备提亲啊 准备择日啊 择期啊 然后准备订桌啊 订宴席啊 所以他一年前就跟我们讲 爸爸妈妈我们想结婚了 好 然后我们就开始准备提亲 然后看八字 那接下来就是要沟通什么 吃素的问题 到底要办素桌还是办什么 混的 那后学家 那当然办素桌 绝对没有问题 因为从小我们都吃素 而且不只我们家吃素 我们整个家族 包括 体验师是后学的三哥 我们整个家族 算是一个弥勒家族 都吃素 素食 然后每一个人家里都有佛堂 所以我们家一定办素 可是问题是我媳妇那边 她的爸爸是慈祭的 她爸爸是慈祭 然后有一段时间也吃素 是一个非常有心的慈祭的志工 很棒 所以当后学在跟媳妇谈到 办桌办素的时候呢 办素食或办婚的时候呢 我媳妇有质疑了一下 她说 我的一些舅舅或阿姨 有的办素的可能会怎么样 不一定会来 他们可能吃不习惯 那我就在想 我们又不能勉强人家 因为这种事 一定要是尊重对方嘛 刚刚讲结果是圆满的 所以后学呢 就跟谢老师 还有跟后学的儿子媳妇讲 我说这样好了 我们就 后学把期望讲出来 后学期望全部都办素的 期望第一个自愿是全办素的 因为我们深藤的姻缘 从小就是胎理素 我们是一贯到家庭长大 在任何立场 我都希望她不要杀生 最好是这样 然后第二求其次就是什么 只有办一两桌婚的 就满足少数亲友的需求 对 可是如果他们能够也尝试吃素的 他们会觉得吃素其实也很好 那也是功德一见 改变他们对吃素的看法 好这是第二 结果办一两桌 那最少最少就是一半婚的 一半素的 后学把期望讲出来 不过过程后学说 就是妈妈全然的尊重 就尊重女方 对 然后后来经过一个礼拜 后学把她交由老天去处理 去运作了 就把期待讲出来 然后中间是一种诚恳跟尊重 到最后隔了一个礼拜 我儿子跟媳妇在购物里面说 他们决定办什么 素的 然后我就很开心 我就感谢天师的 感谢老师慈悲 然后就问我媳妇 你是怎么做到的 你怎么这么棒 他怎么做到的吗 他说 因为我爸爸有吃素的经验 然后又在吃剂 所以他就说 我先跟我爸爸沟通 他先跟他爸爸沟通 然后他爸爸说怎么样 OK啊,没问题啊 吃素很好啊 然后爸爸跟女儿 在一起跟什么 跟妈妈讲 所以那一场沟通呢 吃半素桌的沟通就怎么样 算是,有没有圆满 要不要掌声一下 谢谢 好 好 后学自己是觉得还蛮满意的 好,那讨论到半素桌或半婚桌 这个部分就很重要了 因为后学有一个朋友 也是一样 因为孩子其实已经谈论到婚假 可是呢 他做了两点 后来现在也没结婚 本来是跟后学的小孩 同一天要结婚 因为不想要有冲突 因为彼此还蛮要好的 所以他改在九月 可是后来为什么没有办成 两个因素 一个因素就是 他去普卦算命 普卦跟算命告诉他 这一对婚姻不会幸福 各位浅显 如果您的孩子已经决定要结婚了 请问要算命要普卦吗 不要 不要 好是应该的 不要你会有很大很大的疙瘩 第二个就是女方的家长主动去跟男方的爸爸说 我们希望半素的全素 因为他们是男女双方合情 后来那个男生的爸爸觉得不什么 不舒服 后来就说再说吧 到目前为止就怎么样 好像听说已经很熟了 有点可惜 好 再来就是 这是吃素的问题 接下来就是什么 吃喜饼 谈到订婚要不要谈到喜饼 好 后学是因为真的是 我媳妇算是很有智慧 所以她有跟后学说大聘 她爸妈说大聘小聘不收 所以后学就觉得 后学就觉得 那这样我们的喜饼要让她吃多一点 喜饼跟鸭桌就给她多一点 然后就选一个很棒的集数 算是礼数够 对 然后所以双方皆大欢喜 可是后学听到一个个案是这样的 她说女方安本来已经吃喜饼吃一部分 后来女方就跟男方讲说 好像不太够 又要增加 喜饼要增加 如果你是男方家长 请问你会答应吗 当然啦 我们栽培一个女儿栽培到那么大 吃喜饼看要吃多少都要供应 是吗 对 这是一份的诚意 对 好 可是那个男方家长讲了一句话 不然是吃不到 他就讲这一句 吃这样不然是吃不到 要再讨论 就讲这一句 你知道啊 女方马上怎么样 毁 婚约 就这样 就马上一句话就说 我不结婚了 喜饼都应了 全部告知亲朋好友了 后来这个婚姻有没有进行 没有 那上一次后学跟那个新郎 就是他们家人一起吃饭 亲郎现在已经37岁了 到现在为止 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心里有一些疙瘩 然后听说他很埋怨他父亲 他很埋怨 到现在为止 这件事还是在他的心里 落下一个伤痕 一个伤痛 所以当父母的人 后学一直觉得 还是要尊重 尊重对方 我们的亲家 然后尊重小孩 让事情更圆满 好 再来就是 后学也是个案跟经验分享 好 再来后学分享一下 那天婚礼呢 11月26号 后学觉得很满意的地方 有哪几点 这个也是亲朋好友 给后学的一个回馈 第一个部分就是 刚刚先生老师有放小孩子的成长影片 跟干的影片 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我们是 我们李氏家族 谢氏家族 我们就是一个弥勒家族 一个道化家庭 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影片里 有很多都是跟谁 跟家族一起去玩的 所以结婚当天就得到很多家人的祝福 不管是我们这一辈的 我们就称为第二代 或者我们下一辈叫做第三代 然后甚至有第四代的祝福 我们从几年前开始 只要我们第三代结婚 我们的第二代跟第三代 一定为他们唱一首歌 叫做什么 祝你幸福 然后这一次呢 这些第三代呢 别出心裁 非常用心 不只是唱歌还有送礼物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新郎的表姐 是我二哥的二女儿 她在小学当老师 这些都是表哥表姐堂哥堂姐 唱完祝你幸福 就一对一对的姐姐姐夫 就送上他们的礼物 送对杯 送深藤银行卡 还做了一个i7 iPhone7 你这苹果牌的iPhone7 叫做爱妻卡 好用心喔 所以这个活动呢 这样的一个祝福 获得很多在场贵宾的什么 赞叹喔 其实这里要展现 就是我们的道化家庭 第一对要送礼物囉 好第一对就是大姐跟大姐夫 怎么关 怎么关 好 这个是祝你幸福 是由第二代的 然后再来看一下 第三代 下来呢 第三代跟第四代 也唱了演奏的一首沐香鼓 来送给表弟 这叫吃琴玫瑰花 吃琴玫瑰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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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这是他们的沐香鼓的表演 好 我们是不是给他们掌声鼓励一下 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用心 好 这次我觉得很温馨 可以说是一个道化家庭的一个 共同的祝福 然后我看得出来 他们这对新人 有没有很开心 有 有被祝福到的感觉 然后收到礼物是非常非常的开心 我儿子在隔一天在FB里面吧 他收到的所有礼物就在什么 FB里面做分享 就觉得他好感谢这个家 感谢家人们的祝福 真诚的祝福 那另外有一个后学也很喜欢 就是说自己觉得还是 有用心就有结果的部分 就是桌次的一个分配表 是 好像真的打不开 好桌次分配表 好这个部分 好这个比较有特色的部分 就是说我们的 也不是说有特色 每个家庭都有特色 我们的主桌旁 当然就是倾家桌 然后这个就是典传师桌 典传师夫妻 还有少数几位那个 宗志伴讲师 然后再来就是后学 跟谢长师的一个朋友 跟同事 对 学校的同事 然后这边就是 谢家跟李家的一个家属 然后再来就是 底下就是道亲 对 道武祖 佛堂 我们本坛 相关佛堂的道亲 然后这样的安排 其实特色是在哪里 有几点 第一点就是 那一天来的人都有那种 宾自如归的感觉 原因是 第一 主分的人就是后学跟谢长师 我们两个就在餐厅入门的什么 宴会场所入门的两边 就像门神一样 做什么 对 迎宾 然后招呼 有百分之七十是后学跟谢长师的朋友 亲 然后道亲 然后我们两个人 让对方感觉 我们真的是很欢迎大家 然后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的接待人员 狗 我们的接待人员有分 就是亲家的 亲家桌的 还有分家属的 亲家亲戚的 还有分点传师的 道亲的朋友同事 我们总共大概有七位左右的接待人员 比如说 本坛就请一个 最熟悉本坛的一个讲师 来负责接待 然后我的朋友就请三四个 我跟讲师的朋友三四个负责接待 为什么需要那么多人 因为一个带去另外一个 要在那边play等候 然后我们的接待人员是人手一张 因为我们的作业表 其实都已经什么 名单都已经怎么样 都已经有打出来了 大同小异 因为当初电话邀约的时候 我们都已经做什么 确定人数了 大家知道这个加来几个 所以就比如说 这位大姐 王姐就带着这一桌 我们刚才说第十八桌 这是我的同事 然后第四桌是点传师 然后就直接带去 就很有效率 一点都不觉得乱 然后最重要就是我们 各性子的到亲朋友 贵宾都有相关的接待 招呼人员 让他们觉得很亲切 没有被冷落的感觉 然后去到那边也有做一点安排 比如说候选一个高中老师来参加 因为他只有一个 我雄伤的老师 我就安排我很要好的 也是教育界的同事 又比较活跃的 来怎么样 招呼他 所以我的小姑娘是跟我说 大嫂这场婚礼很棒 很温馨 然后得到家人跟朋友 真诚的祝福 然后还有让大家觉得 冰至如归 然后看了一场别初心才的 一个整个流程 他是这样跟后学做一个 一个回应跟回馈 让后学觉得我们只是尽力 过程当中其实最辛苦的是 我们的小孩 他们真的很用心 然后父母的陪伴跟支持协助 很重要 还有家人的一个祝福 或许很感恩 我们的李氏家族 谢氏家族 我们这个大家庭 这道化家庭 真的是发挥最大的一个功效 特别是在我们的婚礼的时候 他们得到最真诚最温馨的祝福 好 那还有就是几样 这是刚刚谈的 一个很满意的很棒的地方 还有就是后学收到一份贴心的小礼物 我刚刚这次现长师有分享 对 他说因为在今年的暑假 后学陪现长师去台东传体 去佛堂上课 然后我媳妇跟儿子 因为他们两个都当老师 就跟我们一起去 第一天我们就传体完以后 我就在想跟现长师说 我们要不要慰绕一下自己 我们去住什么 资本老爷 资本老爷 是后学在当辅导老师的时候 有去那边研习过 留下很美好的印象 一直就没再去过 但是跟现长师说 我们去住资本老爷 住一个晚上 现长师是一个很节俭的人 他跟我说什么 不用啦 我们就一般随便住就好了 就便宜一点就好了 可是我那儿子跟媳妇 有没有听进去 有 你看就在吃茶里的另外一个特别礼 就是除了香菇之外 送给婆婆公公跟儿子 就是阿嬷有特别礼 他就给我们一个什么 一个就是资本老爷的什么 双人住宿卷 他这里面写的 他们自己制作的 我觉得收到这一份 是非常非常感动的 也很真的是很很安慰 他就写 知感谢谢国友先生 以礼金莲小姐 养育之恩 及婚事上鼎立的相助 特证此卷 以知感谢 然后就是 哇 他写资本老爷酒店双人住宿卷 一张 一张啦 我问他这是真的吗 他说 可以兑现 妈你放心 这可以兑现 我就想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可以兑现 我马上 就过了一两个礼拜 我就说 我跟爸爸利用寒假去什么 去度假 去资本老爷 结果呢 又另外一个惊喜 不只是可以兑现 他传来跟我说 爸爸妈妈 我们帮你们订寒晚餐的 有没有贴心啊 非常的贴心 已经订好了 钱都付好了 你们就人去就好 而且寒晚餐 非常非常的贴心 他这个使用方式就是 打电话给儿子或媳妇 可是使用次数一次 哎呀 一次已经够好了 对吗 对 我们也要感恩啊 不是要求小孩要感恩 我们也要感恩 对 好 那几个要叮嚀的地方呢 或许跟大家做提醒 几点啊 第一点就是 竹婚人的服装 一定要的嘛 有点喜庆 对 因为发生后绝有换装 本来是不换装的 对 因为本来是做两件的蓝色 结婚的蓝色 因为结婚 定婚那件是我儿子跟媳妇送的 他们希望我穿 我就穿 也还不错 蛮好看 我自己选的是那套蓝色旗袍 可是我同事就跟我说 青年 你当竹婚人 你总不选一套 有喜气一点的 所以我又去做了一件 所以 为了可以节俭一点 也不用换装呢 各位未来的竹婚人 你在选服装的时候 一定要含一点喜气 高贵穿起来自信 因为你代表了你是主人 你怎么穿着 是代表你对这个场次的重视 免得在花冤枉前 虽然不是冤枉 可是就是不需要如此 那第二就是怎么样 家人的合照 在关键的时间呢 重要的他人 一定不要去做杂七杂八的事 我举一个例 我的老二 我们的老二呢 其实在这个婚礼上 不管订婚或结婚 扮演很重要很重要的角色 可是就在结婚吃茶的那一刻 他哥哥请他在什么 新娘秘书去高铁站 所以整个后面 他就没有办法跟我们合照 然后听说小叔要不要家去喝茶 要 小叔是要进去喝茶 因为小叔也是家中很重要的一个成员 可是那个时候就在什么 就在新密去高铁站 后来想一想 用钱可以解决的 要不要人去做 我不要我们重要的人去做 就让他坐进行车去就好了 这样 然后多照一点家里的合照 然后再来第三点就是 红包要及时给 这一点太重要了 像后学怕忘记 没人的红包也好 我们有一些红包是我包 有一些红包像什么 花筒、司机是我儿子包 然后我们有做一点分配 我一定先给 为什么 我怕忘记 然后我就可以放心做我的事 然后我儿子呢 因为要亲自给 表示他的诚意 所以他就真的忘记了 司机的也忘记 然后等到我儿子来跟他说 哥哥 你司机红包给的没有 然后司机要回去了 我儿子来说 赶快拿去赶快 赶快赶快拿去发给大家 去跟人家感谢 花筒的也忘记 所以那个花筒很可爱 他当花筒 他们的一个期待是怎么样 拿到红包嘛 他们现在拿到红包 可是听说没拿到红包 他们怎么样 很不开心 回去说我以后不当花筒了 所以这次有一对花筒 要当我们的点案师的女儿的花筒 那一次 他那个妈妈付出很大的代价 他说不只是 那个什么 应该是怎么称呼 阿姨 会包给你红包 妈妈也给你一包红包 还要送他礼物 所以 为什么 因为他们觉得没有红包可以拿 各一天拿给他们的时候 听说一点都没有开心的感觉 时效怎么样 已过 所以 红包一定要及时给 好 我再两分钟 因为我们是八分上来 或许可以讲再三分钟 好 再来就是说 有一点就是我们试菜 跟当天的菜 你一定要去留意 或许记得我们试菜的时候 的菜非常好吃 非常养生 非常高级 可是听说婚宴那一天 或许只是听说婚宴那一天 或许真的吃很少 一忙也吃不下 听说有差 所以以后大家如果办桌 一定要留意一下 四菜跟喜宴当天的菜 要同一个厨师组 最好把它拍照起来 好 最后一点就是灯光 你可以了解一下餐厅的一个灯光 像我媳妇定 就是女方的那一场 因为他们的出场 就是那女竹婚人出场的时候 他是有灯光聚焦 就很像明星在怎么样 走秀后那种感觉 你会觉得你就是大明星 就很有自信 可是我们那个主场 因为人道素食酒店 人道素食酒店 他就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灯光聚焦 就觉得走起来就是 大家的眼光 不会聚焦在这里 所以这个部分 我觉得也还满重要 提供大家做参考 好 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后学就是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最后结语呢 有几句跟大家互相勉励 就是把握住婚礼的目标核心 就没有错了 目的是要让孩子怎么样 幸福快乐 得到亲人朋友贵宾最好的祝福 一切以圆满为主 尊重小孩 那如果我们能够授权 放心的交给小孩去筹备 那我们的父母呢 主任人就当天穿着漂漂亮亮 带着一份喜悦开心的心去参加 是最好的 所以过程用心结果学演 然后和谐圆满最重要 这是后学的一个心得 然后陪孩子走过 他生命中最重要 那个叫做终生什么 讲大声一点 陪孩子走过 人生最美好的缩业 那个叫做终生大事 好吗 好 希望各位前学员 也能够办一场很棒的婚礼 那祝福大家 胡慧真掌 幸福 安康 道武宏展 谢谢各位前学员 许可奶 勿兜